华为的Mate50系列说实话一经发售 就被网友们喷的说是什么最不值得买的华为手机 为什么呢 对比上一代的Mate40它缺少了麒麟芯片 还有缺少了5G 这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是不是 但随着目前的华为Mate60系列麒麟5G的回归 这个机器说实话价格真的可以说是可以实现了大跳水 可以看一下跳水运动员华为Mate50参赞 华为这一波新机的发售其实对二手的话冲击还是蛮大的 因为它带着新麒麟然后5G回归 老款的像这个尤其是Mate50系列 真的是因为它是骁龙处理器嘛 所以说真的增加幅度还是蛮大的 这样Mate50的话现在3400就可以入手了 然后Mate50 Pro这是今天一个很失药的 这个价格的话是4300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但是除了不是麒麟不是5G以外 其他的绝对是国产手机的天花板 拍照啊屏幕啊对吧 然后昆仑玻璃是不是这些绝对都是国产手机的天花板 知道吧 这个旗舰机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知道吧 4300就可以入手了 如果说是那个预算低一点3000多的话 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华为的Mate40 Polo 这个绝对属于华为曾经的巅峰之助 麒麟9000的5G处理器 然后也能升级最新的鸿蒙4.0系统 无畅度这些毋庸担心 而且后置新环设计啊 莱卡联名摄像头是不是 虽然后期没有跟莱卡不再联名 但是呢说实话 莱卡的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高刷屏曲面屏是不是 这些也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3100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如果预算再低一点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P50 Pro 对不对 这个机器呢也是很不错的 莱卡四射的一个摄像头 拍照旗舰机 高刷曲面屏这些是不是 都是非常不错的 2700 2800就可以入手了 如果预算再低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Mate30 然后麒麟990的5G处理器 虽然这个新环有点小 但是依然是旗舰机的一个显示是不是 然后莱卡联名的摄像头 哇说实话 华为的话这个生态做的是真的非常好 也能升级最新的鸿蒙4.0 流畅度真的不用担心 这个机器的话 Mate30的价格的话 差不多1700 1800左右了 说实话就华为这个 从1000多到几千 甚至上半的机器 那个流畅度真的都不用担心 因为华为不管你哪一年出的机器 它都可以升级最新的鸿蒙4.0 哇这个是苹果都做不到了 麻吉苹果 华为牛逼